我為什麼會主張說快篩癢 算是PCR的陽性 PCR量能有限 第二點是 我們的划船系統 顯然沒有辦法應付這種每天6萬以上 如果每樣東西 都要PCR確認以後才能夠做動作的話 這個整個系統沒辦法運作 就會給藥會給的太慢 不要為了等那個法律上的這種 確診你知道才給藥 這樣會造成很多的死亡 在媒體上還是很多人會故意吵說說 柯文哲是不是主張說 快篩癢就要吃癢 這不是 快篩癢是像PCR一樣 但是你還是要有其他標準 比方說你要大於65歲 如果是65歲以下 你要有那個危險因素才可以吃藥 因為這一鐵藥2萬塊 也不是說亂吃 吃多了還是有病化症 因為藥不是補藥 還是不能亂吃 周玉寇他有質疑你 確診卻沒有吃抗病毒藥物 那市長怎麼看周玉寇的質疑 絕對不會 明明知道人家不是那個意思 說故意要去黑人家 設計一個什麼 斷章去黑人家 我不會幹這種事 所有的人只要確診 全部花一份給他吃 也沒有必要 就算我PCR一樣 要吃Pasidobid 就抗病毒藥物 我還要大於65歲以上 如果不到65歲 還要有糖尿病 心臟病 什麼腎臟病 肝病 我自己還沒65歲 所以就算我做PCR一樣 我也沒有符合那個 吃抗病毒藥物的標準 我是很聽話的人 我是完全照SOP在走的 所以我就要覺得這樣 做以後也不用故意要黑人家 來黑人家 沒有必要 那快采氧性開藥的問題 這是專業問題了 我可以理解 就是說很多人有染疫了以後 他心情是非常焦急的 他也希望他能夠拿到藥物 所以這個標準 是不是可以在我們的科學範圍之內 或醫學範圍之內 可以去做一個調整 讓大家心理上的焦慮可以降低 那我們也會請指揮中心 跟社會大眾說清楚 不是確診就一定要用那個藥 我們用藥還是要按照我們的醫療的標準來用藥